杨振宁有多伟大,杨振宁原配杜志里又和与翁帆有何关系,为何他的子女们如今很感谢翁帆? 点个订阅不迷路,开心快乐每一天。 中国正处于百费代兴的时候,国家的科技发展正面临紧要关头,这个时候人才是国家关注的重点,因为只有人才能推动科技的发展。 物理学领域一直是中国的短板,但杨振宁的出现为中国物理学争了一口气。 杨振宁是中国乃至世界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物理学家,他为全世界的物理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。 但在中国,有关杨振宁的正义很多,不管是他的私生活还是学术成就,但不能否认的是杨振宁在物理学领域的成就确实很显赫。 看到清华大学为杨振宁开出的年薪,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有多么伟大。 杨振宁出生于民国乱世,当时军阀割据,全国各地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普通百姓的生活更是凄苦。 虽然杨振宁出生于书香世家,但社会动荡,他们一家人也过不上安稳的日子。 杨振宁六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去了厦门。 杨振宁的父亲是近代中国有名的数学家杨舞芝。 他在数学与教育界有极高的造诣和成就。 杨舞芝在厦门大学任教后,杨振宁便转学到厦门上小学。 杨舞芝非常重视杨振宁的教育问题。 还在上小学的杨振宁除了学习学校的课程,还要完成父亲交给他的任务。 由于父亲的影响,杨振宁自小就对学习很感兴趣。 他把学习当成一件很快乐的事,一点都不会觉得枯燥。 读完小学后,杨舞芝又被调到北京工作。 杨振宁又跟随父亲来到了北京。 完全陌生的环境让杨振宁有些不适应,但学习上的事,他一点都没耽误。 当时的北京还比较动荡。杨舞芝虽然是大学者,但生活依旧很窘迫。 一家人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,北京城时不时地会发生战乱。 杨振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。 高中毕业后,杨振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南年大。 杨舞芝觉得当时的中国在化学领域还非常欠缺,国家需要化学方面的人才。 所以杨振宁听取了父亲的意见,报了化学专业。 但学习一段时间后,杨振宁发现物理才是他最感兴趣的学科。 所以他想尽办法转到物理系,开始主攻物理。 大学时期的杨振宁就已经展现出了在物理学上的天赋,他能轻而易举地解决老师都很难解答的物理问题。 因此,在西南联大的时候,杨振宁就已经非常有名,是学校的大红人。 从西南联大毕业后,杨振宁又到清华大学攻读硕士。 在清华读硕士期间,国内情形还不稳定,社会发展依然非常落后。 此时的杨振宁意识到,在国内搞学术是很难的,国内没有学术平台,环境太过混乱,科技发展也很落后,因此他有了出国深造的想法。 但当时杨振宁家并不富裕。 父亲一下子拿不出足够的出国资金,后来杨振宁申请了庚子赔款,这才得以去美国留学。 在美国杨振宁感受到了很浓厚的学术氛围,美国的科研条件比中国好太多。 在美国留学期间,杨振宁的日子并不好过,刚去美国的他不熟悉生活环境,还要在空闲时间打工挣生活费。 艰辛的生活没有让杨振宁灰心,他潜心研究物理,成了连美国人都不敢忽视的黄种人。 后来杨振宁认识了同样来美国留学的李正道,两人志同道合,对物理学有很多相同的见解。 此后,两人携手进行物理研究,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 这次获奖让杨振宁在国内外名声大噪,他成了世界级的物理学家。 当时的杨振宁也只有35岁,六七十年代,中国开始搞科学技术,此时的中国非常需要人才。 像钱学森、邓家先等人都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,但杨振宁却执意留在美国,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。 除此之外,杨振宁还加入了美国国籍,因为此事杨振宁与父亲闹翻,杨武之到死都没有原谅杨振宁。 在1996年,杨振宁放弃了美国国籍,加入了中国国籍,给了父亲一个交代,也给了中国人一个交代。 但杨振宁的私生活又引起了很多争议,他在82岁的高龄娶了28岁的翁藩,这样的忘年恋让很多人无法接受。 杨振宁的原配妻子,名叫杜志里,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,他出身名门,是一个真正的顶级名媛,他的父亲。 杨振宁是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杜玉明,由于家庭条件比较好,杜志里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,他不光在文学上有很高的天赋,还特别喜欢艺术,蒋介石和宋美玲夫妇都觉得。 杜志里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,有一些上海的知名人物甚至公开评价说杜志里这么优秀,谁能娶到他,那得是几辈子才能换来的造化。 杜志里上学时得到了很多人的爱慕,但是很少有人追求他,因为他实在是太优秀了,普通男生甚至觉得没有资格去追求他,跟杜志里相比,杨振宁的家庭似乎没有那腰辉煌,但也比普通人强了很多。 杨振宁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数学家,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,著名的数学天才华罗庚,就是杨振宁父亲的学生之一。 因为父亲的培养,杨振宁从小成绩优秀,很容易就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。 杨振宁出国后,杜志里也被家人送到了美国,两人在异国他乡见面,觉得分外亲切。 杨振宁本来就对杜志里心有好感,他觉得两人能在美国相见是一种缘分,不愿意错过。 于是对他表明心意,杜志里欣然答应,两人结婚之后,过得很幸福,杜志里为杨振宁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,并且把他们培养成了很优秀的人才。 家里的大小事务都是杜志里在操办,不管生活多么艰难。 杜志里总是穿着最得体的衣服,看起来端庄大方,家里遇到麻烦,他也是独自解决, 从来都没有让杨振宁操心杜志里的辛苦付出,为杨振宁的研究创造了极好的条件。 杨振宁的一个好友曾评价说,杨振宁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,跟杜志里的权力支持密切相关,没有杜志里的付出和奉献。 杨振宁很难全身心投入到研究中,就算是很有天赋,也无法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。 2003年,杨振宁因为杜志里的去世,回到了国内,出人意料的是,他很快就迎娶了比自己小了54岁的翁藩。 两人的年龄差了一大截,一个82岁,一个28岁。 单看年龄和长相的话,他们完全是一对祖孙,谁也没有想到,他们居然会成为夫妻。 这对老夫少妻组合,刚走到一起,就招来了无数非议。 很多人认为,翁藩嫁给杨振宁是贪图他的地位和钱财,但是杜志里的子女们却很感谢翁藩,觉得他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。 翁藩也曾公开表示,他嫁给杨振宁不是为了钱,杨振宁百年以后,他不会得到任何财产。 只是暂时拥有清华园房子的居住权,时光匆匆,杨振宁和翁藩已经结婚了十几年。 他们依旧成双入队,看起来颇为幸福,杨振宁曾公开回应说,翁藩是上帝给他的最后一个礼物。 翁藩用十几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心意,他牺牲了自己的一切,努力地配合着杨振宁的生活习惯,照顾他的身体, 让已经一百岁的杨振宁依旧健康。 他对杨振宁的付出和关怀,是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肚子里的子女们,或许正是看透了这一点,才对他如此认可。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杨振宁与翁藩的望年恋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,大家都在等两人分道扬镳的那一天。 但事实证明,杨振宁与翁藩之间的感情非常好。 他们的婚姻生活没有因为年龄差距而出现问题,所以我们不能以年龄来评判一段感情的好坏。 杨振宁还将自己在清华大学的住所寄到了翁藩名下,因为他怕自己百年之后翁藩无依无靠,所以杨振宁与翁藩的感情并没有大家说得那么脆弱。 1998年,杨振宁选择回国。回国后,清华大学立马聘请他作为物理学教授,年薪是一百万,一百万放到现在都不是一个小数目,更何况是在1998年。 所以说,杨振宁的才华得到了清华大学的肯定,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,但来到清华后,杨振宁并没有收下这一百万,而是在清华免费任教,不收一分工资。 相反,杨振宁还给清华大学捐了六百万美金,用于支持清华大学的学术研究,可以看出杨振宁还是非常支持祖国的事业的。 此外,杨振宁还在国外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的讲堂,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,让更多人了解中国。 所以,杨振宁并不像大家所说的那样不爱国,他有自己的爱国方式,作为一名物理学大家。 杨振宁自身的实力值得我们认可,他所研究的领域设计二十多个学科,像他这样的人才正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六七十年代,中国发展还比较落后,杨振宁想寻找更好的科学平台也无可厚非,但这并不代表他不热爱自己的祖国,他最终还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,为中国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本期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,不知各位读者对此有何看法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